这个FDA可了不得 它是世界上最权威的食品药品检测机构 咱们先来看一段小片 介绍一下FDA到底是干什么的 FDA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 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认证机构之一 从1906年成立至今 美国FDA一直致力于食品与药品等多多领域的行业监管 随着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 FDA已经拥有了一个由 医生 律师 微生物学家 以及药理学家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 为了实现精准监测维护消费者权益 机构采取了多项严格审批措施 例如每年FDA在搜集近8万项产品进行检验的同时 还会派遣上千名检查人员 奔赴海外完成相关企业的监督工作 FDA的药品审批非常严格 及一项药品的认证 就可能需要涉及数万人的监测数据 以及长达三到七年的监测过程 只有完全合格的产品才能获得最终认证 而一旦通过 该产品将在任何WTO成员国畅行不足 甚至连企业的行销模式都不能被干预 在国际食品与药品市场中 因为FDA的门槛与标准较高 因此很多商家也把能获得FDA的认证作为最有力的质量保证书 你看刚才这个片子您看了知道了 FDA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这是代表着世界上对食品药品最高的监测标准 你要通过这个来 世界各地基本可以说就通畅无阻